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智慧帮频道 你知道人体会发光吗? 你知道有一个神奇的东西 可以感应到你身上的光吗? 你一定看过 但可能没注意到 这次我们就来聊聊 这神奇的现象 以及它在生活上的应用 究竟人为什么会发出 自己看不到的光 那为什么这个小东西可以看得到呢? 这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 它能够对我们的日常 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人真的会发光吗? 我们先从光谱说起 肉眼能看到的光 大约有七种色彩 红尘黄绿蓝电子 就是俗称的彩虹 但其实还有很多人眼看不到的光线 例如紫色再下去就是紫外线 红色再上去就是红外线 紫外线光谱可以杀菌 红外线光谱可以当遥控器的光源 光线的形成也就是一种电磁波 肉眼能看到的电磁波波长 就是390-780nm之间 有一种方式也会产生很低频的电磁波 就是温度 除了绝对零度之外 任何有温度的物体都会发散出电磁波 产生电磁波的波长分布在 8000-1500nm之间 相对来说也是一种光线 只是人眼看不到 一般的相机也感知不到 在二次世界大战时 在军事需要上发现低化音 这种材料制作的接收器 可以感应到8000-1200nm范围的光谱 就可以拍摄到任何物体 不同温度的变化 这种技术我们称之它为热显相仪 像我的手比桌子的温度高 所以就可以看到手掌的温度 以及触摸桌之后 在桌上留下的余温 这种技术除了战争之外 在工业科技上也非常受用 但这些设备造价非常高 有没有比较便宜的版本呢 有的 就是今天要说的 PIR Sensor 胶电式红外线感测器 它的架构有别于 热显相仪的影像呈现 像是热显相仪的简化版本 只有单一像素 表面看到白白半圆形的是 Phenial透镜 用于聚焦视角的感测范围 把Phenial透镜拆下来之后 可以看到铁壳封装的元件 这就是热式电源件 PZT 可以感应到8000到1200nm范围的光谱 元件表层有一片玻璃绿光片 可以过滤掉大部分的红外线 只让温度36.5度的光谱 能够穿透 这正是人体体温的标准温度 所以人在前面移动 PIR Sensor就能明确的侦测到体温 这种应用就可以做成防盗器 感应灯 监视器等等生活用品 所以别看这小小的元件 它可是能看到你我身上发出来的光了 接下来我们就利用PIR元件 制作一个很实用的小东西 让你在夜晚在包包里找东西时 会自动照亮你的包包 拿好东西包包盒上之后 灯光就会自动熄灭 很方便吧 首先我们先准备这几样零件 电池盒 1K欧姆电阻 5伏特LED灯条 406A光偶固态静电器 电线 以及主角PIR Sensor模组 PIR模组有很多种 在这里我选择尺寸最小的版本 同时它这款功耗很小 还可以设定延迟时间 电路架构如下 首先电池提供电源输入 经过PIR Sensor感应之后 透过光偶固态继电器当作开关 放大电流 驱动LED灯条发光 再透过烙铁焊接 就是一组感应灯啊 不确定架构是否顺利工作 我们可以先用面包板来验证看看 我们照着刚刚画的电路图来连接 有继续感应的 就像是否计划 一终一种顺利在这里 到这边的电路图变发光 不确定 在类似电路图在下方 就像是否计划 在这里 现在也要是否计划 不错,运作正常 只要手接近就会亮灯 离开就会关闭灯光 若手掌持续在感应器前面晃动 灯光就会持续发光 再来量看看待机功耗是不是很低 你看,这样就可以安心待机好久 不用换电池啦 对了,在PIR Sensor规格里有说明 改变这颗电阻就可以改变延迟的时间 需要什么规格的电阻 来搭配适合我们需要延迟的时间 确认好阻值之后 再选择合适的电阻焊上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电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电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电话 接下来就开始实际做看看 电池盒选择4颗AA干电池的规格 我们只会用到3颗AA电池 多出来的电池舱就可以把电路塞在里面 我们先把电池的正负极接出来 大火炸的电池刀 大火炸的电池 挖孔做出PIR Sensor的家 再依序把電路焊接好 菜2個 上枝 放浴缸 其次 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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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装上电池 打开开关 打开关 放入包包 你看 夜晚终于可以看清楚包包里面的东西了 是不是方便多了 你也可以放在床角处 半夜起来时就可以自动提供照明 放在摩托车车厢里 夜晚就可以提供车厢照明 当然放在汽车手套箱也可以哦 也可以放在衣橱或橱柜里当照明 然后放在盘 很多應用可以用得上 有興趣的話自己也可以試看看啦 這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也請幫忙按讚 訂閱頻道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